由沈奥军 侯勇 徐亚军主演的电视剧《温暖的日子》近日已顺利杀青 7月26日该剧在京举行发布会 主演沈奥军 徐亚军 侯勇 王贤等实力派演员纷纷到场 逐渐对这部戏的喜爱和重视 在剧中被三大男人追求了沈奥军直言最钟情侯勇饰演的经济试用男 你自己是多情美吗 是话密了还是说比较实战的 经济试用男 经济试用型 就是去玩这个可靠老师 不你问这老师 就可靠型 然后是不管遇到多大的波折 还能回归他法里的回归型 想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投资还是稳健型 但谈到自己的婚姻 沈奥军却始终不愿意多谈 在记者的多次追问下 他才透露家里的经济大权一人一半 沈奥军你家经济大权是长大的时候 一半一半 和沈奥军一样 许奥军表现得非常低调 始终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私事 几番追问下 只透露自己的初恋 发生在美国 分手是因为对方不爱自己了 行吗 不不信任 每个人都会有 这个没什么好隐藏都会有 我刚才说了 我的初恋都在美国 不是 人家不爱我 有趣的是 近日在某电视剧的发布会上 三女星为新剧宣传 频频爆出猛料 马苏自曝与相恋十一年男友分手 刘涛透露拍车正戏老公送道具 李小冉自曝未婚怀孕 这一系列的猛料 引发炒作热议 相比这些女星 用自己的私人感情高调 宣传炒作 温暖的日子 与众主创相当低调 侯勇表示 至于光靠炒作八卦 走不长眼 长不了 这个长不了 首先一个从我这 我不会去做 我也没有八卦 而且不要把家里人 或者把自己身边的事 我觉得生活跟工作 一定要分开 其实演员越暴露的越多 其实对他演的角色 就越不利 这是我的感受